大家可能都知道她是怎么出道的 其实她原来是湖南台的编导 后来被导演看证了才成为演员了 尽管出道的时间不长 而且出演的一般都是偶像剧 但是人气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 和现在很火的小鲜肉 偶尔也会传出一些风云 当然也都不是真的 对于她的长相 在网上好像颇具争议 有人说她在女性中算成女 但不可否认她的邻家人 还是很拉好感的 也许是因此 所以她对自己的人质 好像也不是很自信 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碎人 她之前还说自己是 宿舍里面人质最低的 所以在同学聚会的时候 她还公布了照片 照片中的女孩子都是她的室友 照片一出 网友也就明白了 难怪她之前会说这样的话 这完全就是仙女形式吧 而且室友们的风格还都差不多 都是那种日系小女生的感觉 一个个都长得很漂亮 看到她的室友都这么好看 不得不承认真是好看的人都在一起玩 但是明显室友的笑容是最新和好看的 她的笑容带来的感觉 还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 之前她还上过一段宗友内的节目 在节目中 女嘉宾都是要素援上去的 其实也能看出室友的素援是完全能打冰 再加上本身小巧的身材 所以真的是很羞耳 其实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她的性格吧 她给人的感觉是很阳光 永远都是很有元气的感觉